这是目前最强的X86核显迷离主机 拥有2020年超级大满关接口 可以用一根Type-C线缆连接我的显示器 达成小主机和显示器之间信号供电一线通 独特的外形设计让它既可以横向摆放 也可以立式摆放 还给了两个档位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AMD Ryzen AI9 HX370 CPU的高性能迷离电脑 GMK G-MOK EVO X1 装置AI9 HX370 CPU的小主机 是大家期望已久 也是大家望价格心探的一款AMD 连度迭代旗舰小主机 抛开价格不谈 它的CPU性能与图形性能 能否和Apple正当红的M4 Mac Mini一较长短呢 G-MOK EVO X1 装置AMD Ryzen AI9 HX370 4个任务大核 8个任务C小核 12核 24线程标压移动CPU 类置AMD Radeon 890M核显 板载LPDDR5X内存 7500MHz 双PCIe 4.0X4的NVMe SSD 三屏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加WiFi6 前置Oaklink接口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HDMI线缆 立式底座 说明书 这单槽小电源 19V 6.32A 一共120W功率 小主机通过一个深空灰 全金属支架固定住本体 本体是银色和黑色双听 造型独特而好看 机身接口 前面板 可以PD输入全功能USB4接口 提示必须关机后插把的警示标签 前置Oaklink接口 双USB3.2Gin2A口 耳麦接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双USB3.2Gin2A口 满血的HDMI2.1接口 DP2.1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19V电源接口 底部和双侧都有通风口 但这不一定是全部的 徒手就可以取下背部四颗圆形脚垫 分离本体和支架 底部四个脚垫位置布有双螺丝孔位 可以将支架安装为不同档位 本体上下都有风扇 看清楚了 上下左右都有通风口 卸下本体顶部的四颗螺丝 揭开风扇 3.2G内层是板载的 两组2280的P3E 4.0X4 NVMe接口 已经安装了一条 英锐达P3 Plus的NVMe SSD Intel Wi-Fi 6 无线网卡 BIOS里首页可以看到 3.2G内层 7500MHz 这里可以修改性能释放 有安静35W 平衡54W 性能65W 三种选择 我们选择了最强的性能模式 这里可以修改显存的大小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跑在65W 整机功耗跑到86W左右 CPU频率稳定在3.9GHz 我们单烤了1小时11分钟 室温23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到81.9度 SSD最高温度37度 这散热非常不错 我们用吉摩克EVO X1米利主机的 Ryden AI9 HX370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8分41秒 共计521秒 521秒是X86核显米利主机的最好成绩 排名第一 CPUZ多线程 9311.5 单线程 808.9 多线程是目前X86核显米利主机中 最高的 登顶第一名 Gagbench 5多核14,797 单核21,613 多核成绩 排名X86核显米利主机第一名 比M4Mac mini高1700分 Gagbench 6多核15,151 单核2946 多核成绩 排名X86核显米利主机第一名 M4Mac mini 在这个测试中取得了最优的成绩 但还是比HX370低了一点 当然 单核是M4强 CPUZ多核23,049 单核2036 多核成绩 排名X86核显米利主机第一名 往下找了好半天 才找到了M4Mac mini 多核成绩 只有13,886分 CPUZ多核1210 单核117分 多核成绩 位于所有X86核显主机的第一名 高于M4Mac mini的977分 单核M4的175分 还是无敌的 PASSMARK多线程 39,058 单线程 4,305 多核成绩 位于所有X86核显主机的第一名 M4Mac mini 在这个测试中 落后的太远了 综合上面的比较 吉莫克 EVOX1的AI9-HS370 多核成绩 排在所有X86核显米利主机的 最高位置 然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 175万9,852 CPU得分 110万8,239 我们给Ryzen AI9-HS370 运行OpenW测试 AES920143 XX20 118,100 CORMARK 698,842 在CORMARK成绩上 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核显米利主机 排名第一 我们先来跑一下3DMARK M4Mac mini的图形性能 列高预筹 跑LAMA3.1大模型 还是探测舌编程问题 4V.91 Token每秒 超过了所有X86核显米利主机 但是仍然比M4Mac mini差一些 看来又是M4赢了 单烤GPU HX370 跑出了46W左右的功耗 此时整机功耗最高66W 双烤CPU和GPU HX370跑出65W的功耗 此时整机功耗最高89W 我们来打游戏 黑神话悟空 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自定义画质 超彩开到50 开启增生层 最后结果是79帧 实战一下 古墓丽影暗影 1080P高画质 云形评估测试 平均增 51帧 荒野WC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增 48帧 这是唯一一个相比8845HS 没啥涨劲的成绩 地平线5 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100多到110帧 复杂场景80多到90帧 厉害啊 地平线4 1080P超高画质 开了两倍抗拒尺 全程平均100帧左右 非常赖事 好 英雄联盟4K中等画质 全场100帧以上 原神2K高画质 跑起来战斗起来50多帧 这就是Radeon 89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比780M核显高了不少啊 来看一下游戏室的温度情况 CPU最高91.1度 SSD最高41度 内存做显存 没有传感器温度 显示输出 HDMI 2.1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核子10位RGB显示信号 USB4和DP接口最高能输出 4K144核子10位RGB显示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DP接口 可以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160Hz10位RGB显示信号 连接索力OLED电视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120Hz12位YCBCR420显示信号 Radeon 890M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 它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8K60帧AV1视频流畅播放 提示一下 最近Windows24H2升级了MD核显12.1驱动 8KAV1解码丢失 回退老版本驱动解决 原厂硬盘测试 5200兆兵每秒 这是PCIe 4.0X4的中等速度 USB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兵每秒 这是不错的USB4外接存储的性能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就是Intel AX200WiFi6无线网卡 跑到了800兆BPS以上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很好的无线性能了 Intel i226-V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吉摩克EVOX1 它装置了MD Ryzen AI9-HX370 CPU 在Windows下的性能释放式65W 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 最高没有超过90W 120W的单槽小电源能够搞定 提醒大家一下 大家搞一线痛的时候要了解 显示器Type-C BT输出 号称90多W 一般真实输出都在80多W 应付高型的模式的双烤 可能有黑屏掉电的危险 BIOS里设置平衡模式 就没有这担忧了 整机功耗也要和M4 Mac Mini 做个对比 M4双烤才61W 比HX370低了28W 其他单CPU测试也比HX370低了40多W 看来省电还是M4 Mac Mini强啊 室温23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1.6度 SSD待机温度24度 生产力测试CPU100%的时候 机身59分贝左右 放到耳边位置只有45分贝 吉莫克EVOX1 它装置了AMD Ryzen AI9-HX370 CPU 出厂65W功耗释放 性能排在所有X86核显小主机的第一名 它还拥有2024年度超级大满关接口 我们对此非常赞赏 因为这将会是一台很难过时的小主机 它有双2.5G网口 可以做软路由 它有满血的HDMI 2.1接口 可以做最高等级的HTPC 它有奥克林格接口 可以外接显卡屋 奥克林格外接多盘位硬盘盒 USB4接口外接万兆网卡 它可以转型为 一个有万兆存储功能的家庭服务器 这台小主机可能的缺点是 烤机的时候 风扇的噪音稍微大了点 没有到40分贝以下 当然当然 目前市场上所有AI9-HX370小主机 最大的缺点是他们的价格 32G加1T的配置 普遍都在5000元以上 这确实让人难以承受 和它对比的M4Mac mini 虽然该版只有16G内存 256G SSD 还只有千兆网口 但国补后 3500多元的价格 相比5000元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毕竟两者相比 虽然HX370小主机的CPU性能占优 但是MSMac mini的GPU性能和整体功耗 都比HX370更好 所以HX370的高价格 确实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总结一下 吉摩克EVO X1 装置Ryzen AI9-HX370 出厂65W的性能释放 最强的X86核显小主机 没有之一 散热优秀 静音稳定 满血全功能USB4 能接入PD电源 可以达成显示器一线通 装置具有强扩展能力的 Oklink接口 接口兼容性超级完美 吉摩克全新的设计 我也很喜欢 做工也很不错 接口更是完美 性能登顶 如果价格便宜下来 这将是一台非常值得买的旗舰机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